好 再來我們就要來關心 最新的颱風動態了 天啊 才幾個小時的時間 這個颱風呢 迅速的不斷的一直在往南修喔 在中午的時候跟大家說 就是這個海盔颱風呢 應該它會登陸台灣 然後它應該會從宜蘭跟花蓮的交界處 登陸台灣喔 結果到了下午2點 這一報的最新資料看到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條路徑 它完全跑到中部以南去了耶 它現在登陸的地點 跡象局說花蓮機率是最大的 也有可能是花蓮跟台東的中間 哇 直接跨一個縣市了喔 所以它現在持續南修的一個情況底下呢 影響的區域就不會是原本的 東部跟北部了 它影響的區域可能就是更加的擴大 可能會變成全台灣 首先我們來看看 它現在呢 當然距離還有點遠啦 現在在海北的東南東方 770公里的海面上 每小時14公里往西的方向 境中心最大風速43公尺 這個目前還是一個中度颱風 但是日本的氣象廳 日本氣象廳有這個數據顯示 因為現在它所處在的這個海溫的環境 很適合它持續的發展 所以不排除可能會變強 所以我們要持續的觀察 那它的暴風半徑 7級峰150公里 10級峰50公里 還不算太大 但是它還是有可能長大 長胖 那最討厭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整個路徑往南移動之後呢 它對我們最大的影響 就是它會把這個整個颱風 影響台灣的事實上 拉得非常非常的長 我也覺得這個海溫颱風 是哪裡誰給它的勇氣啊 它既然要去衝撞 我們護國神山最高的地方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一個海溫跟護國神山的對決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第一我們的這個中央山脈有可能 牽制住這個颱風 第二在它過山之後 其實在海峽這邊 它沒有導引氣流 所以它可能就是持續的 在這邊徘徊 那影響我們的時間 原本說 喔星期一它可能就去福建了 謝謝 掰掰再聯絡 但現在影響台灣的時間很可能 你有沒有看到拖到什麼時候 6號耶 會可能拖到下個星期三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幾個時間點 好這是 明天 然後明天大概下午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逐漸在靠近了 到了3號的時候 已經來到了近海 所以呢 事實上它影響台灣 最明顯的一個時間點是在 星期天 3號這一天 會是風強雨大的 然後在3號的這個下午的這段時間 你有看到這個 這個時間點上 它可能就是這個登陸的時間點 所以 海葵台風可能會是在星期天的白天 星期天的中午前後 登陸台灣 然後接下來它就要跟中央山脈來搏鬥 然後過山之後 重點是過山之後 這邊就沒有導引氣流了 沒有導引氣流 所以你看它就會開始變得很慢 幾乎就拖在這個地方 拖到4號 這個星期一 4號是星期一 拖到5號星期二 拖到這個6號星期三的下午 它都還在台灣這個 西南邊的這個海面上 所以影響時間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長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或許感覺起來 如果它這樣走的話 可能大家會覺得那個風是剛進來的時候 風比較明顯 但是接下來就是雨的部分 要提醒大家多加的留意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衛星雲圖 看看它長什麼樣子 這個中台蘇拉眼睛還在 而且它還是中台去香港了 那當然因為它還是有些外圍環流 會影響到我們這個西南邊 所以西南邊這邊現在其實是 還是有這個浪 長浪的狀況 包括鵝卵比 現在的浪高有3米 好來 再來是就是我們的海葵了 海葵其實你不要看它這個 雲層非常的厚實 但是呢目前它的眼睛還在轉 如果透過比較這個 比較那個叫做什麼 比較顯微的去看它 比較精細的這個衛星去看它的話 稍稍看到那個眼睛有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是看不太出來 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很大一坨 很大一個 然後後面後面這邊還有很多的低壓帶 一直到在後面一點點 還有一個這個另外一個颱風 第12號颱風 所以到後面很複雜啦 而且它的外圍環流 逐漸開始影響到台灣了 所以呢接下來的天氣 起碼到下個星期三 天氣變化會非常的大 大家一定要特別的留意 好再來我們來看下一張 下一張是這個 這個雷達回波圖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除了這個外圍環流 陸陸續續已經開始帶進來風雨 那現在比較明顯下雨的地區呢 是在南部地區 好最主要是因為天氣太熱了 到了下午有一些熱力作用的加成 所以有一些大雨的狀況 也發大雨特暴 北部也開始有些零星的降雨 東部也開始有些零星的降雨了 今天的雨色還不是最明顯 那今天晚上當然越晚會 感覺到這個風雨 可能就是那個颱風的感覺 會越明顯 但事實上這個颱風 會是從明天 才算是真的會有颱風的感覺 會比較靠近 那影響最明顯的時間 就會是在星期天 這個3號這一天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是 這個定量降水 你會發現它跟上一報的 定量降水不太一樣 好這個是星期六早上8點 到星期六晚上8點 大家看主要下雨的部分呢 還是在新北市 還有這個宜蘭這一塊 因為颱風 逐漸的靠近當中 環流是逆時針的旋轉嘛 所以這個就降雨的部分 會是在這裡 但其實全台都會有雨 只是還沒那麼明顯哦 也就是明天白天 好愛降雨還沒那麼明顯 但是從明天晚上到後天早上呢 大家有沒有發現 降雨最明顯的是在哪裡 是在宜蘭 然後往下到花蓮 為什麼呢 因為它整個南修之後啊 本來它是走這個 宜蘭跟花蓮中間這邊的話呢 風雨進來啊 哇 那整個這個東北角地區啊 包括雙北啊 甚至到桃園 可能就會比較受到環流的影響 但它現在走到這麼南邊去了 它跑到這個 花蓮跟台東中間去的時候 它的環流上來其實 最明顯的影響就在宜蘭 特別是宜蘭的山區 好像有紫色的部分出現了 所以呢 更何況這個星期天 這時早到早上8點喔 而且星期天白天的時候 這個颱風可能會登陸 所以呢 這個降雨的狀況 可能會更加的 這個 比這個還要來的更多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別的注意 好 接下來幫大家做了一個 整個時間點的整理 時程的預測 這個預測跟我少一 這個中午的預測 那跟它完全都不一樣啦 所以你每一節新聞都要看 才不會錯過 今天預計 傍晚到晚間發布海上警報 剛剛最新的消息是 今天晚上的8點半 已經確定了 今晚上8點半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那外圍環流的影響雨呢 越晚會越明顯 包括了基隆北海岸 東北部 南部 恆春半島 馬祖 現在要先注意的是 長浪的部分 浪先來喔 那雨是一陣一陣的 到了明天喔 大概明天的凌晨 到早上這段時間 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那這個海盔颱風 就是慢慢逐漸在接近當中 明天白天的降雨 還不是那麼樣的明顯 它是逐漸接近當中的 但是東部 特別是東部 會覺得風雨越來越強勁 因為它現在是直衝這個 花蓮而來 而且它從花蓮登陸的機率 看起來是最大的 來 9 月 3 號 星期天就是它侵襲 最劇烈的一天了 不排除這個颱風中心 會從花蓮跟台東登陸喔 所以降雨的熱區 會落在宜蘭 要請宜蘭的觀眾 特別的留意 整個路徑難休 影響的時間就拉長了 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可能會影響到星期三 太恐怖了 那這個就是 9 月 4 號星期一 逐漸遠離就啪啪 打叉叉了 因為剛剛最新的消息是 它沒有打算要遠離 它打算要留在 我們台灣海峽的南邊 所以一直到 9 月 6 號星期三 各地的天氣都不穩定 其實波颱風有的時候就是這樣 它會一直變 一直變 一直變 然後呢 我每一集掌握的訊息 你看剛剛才 原本看是這樣的訊息 馬上它就改變了 所以真的是 這個颱風請大家務必的怎麼樣 一定要特別的來留意 好 說到這個海魁颱風 真的很離譜 本來說要走北邊 可能會從宜蘭這邊走 後來變成宜蘭到花蓮 它現在最新的路徑是要走 花蓮到台東中間來登陸台灣了 這個路徑整個大南修之後 對台灣最大的影響 就是它的影響時間會拖得很長 可能會到下個星期三 來聽聽看氣象局的最新預測 在目前的最新資料顯示的話 一直到3號之前的話 整體來說 颱風會逐漸的往台灣靠近 那到了3號之後的話 由於颱風會逐漸的進入導演 其實有比較微弱的環境 我們預計在颱風的話 很有可能會放慢 並且在台灣海峽南部打轉的狀況 因此在最新一報下午預報的路徑上面 我們會有兩個比較主要的變化 一個是路徑上有逐漸難修的趨勢 因此下午的路徑 大概會比較偏向花蓮到台東 這邊進入台灣陸地的機會是最高 那在通過台灣大概到4號之後 到5號甚至6號很有可能 都是在台灣海峽南部滯留的情形 在今天下午的預報上面 會有這兩個比較大的修正 不過當然在颱風的預報上面 還是有所謂的潛式的 路徑的誤差存在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颱風的最新資訊 而根據下午的最新路徑預報 我們大概可以預報出 接下來的降雨趨勢的話 大概是如雨量趨勢圖所示 首先是在禮拜六 颱風逐漸的靠近 降雨當然是以北部跟東半部 逐漸的增加為主 那其中在北部以及宜蘭跟花蓮 可能開始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出現 甚至會有大雨或好雨的狀況 到了禮拜天颱風逐漸的接近 甚至會登陸就是在台灣的部分 那由於路徑往南修了 所以出整個東半部地區 包括台東可能降雨都會非常明顯 北部同樣是迎風面 所以也是會有大雨或好雨發生的可能 另外在颱風通過台灣進到台灣海峽南部的時候 南風也會為中南部地區 帶來比較明顯的降雨 因此可以看到到了3號 中南部的降雨也變得非常明顯 同樣也有好雨發生 到了禮拜一到下個禮拜三 由於台灣的颱風持續滯留在台灣海峽南部 非常強烈的南風帶來了大量的水氣 所以在這一段時間 各地天氣還是相當的不穩定 風雨還是比較大 這當中尤其是在東半部地區 南部又是迎風面的地區 因此同樣持續會有大雨或好雨發生的可能 颱風影響的期間 其實從禮拜六晚上一直延續到下個禮拜的禮拜三 那目前來看的話 整個影響的期間算是相當的長的 而實際上影響比較大的位置 還要再試颱風的路徑變化而定 預報的不確定性相當的高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颱風所帶來的影響 那我們預計到了下個禮拜四之後 颱風會逐漸的遠離 因此各地的風雨有逐漸緩和的跡象 所以總和來說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其實氣象局就會發布所謂海上颱風警報 那隨著颱風逐漸靠近 我們也可能會在明天的清晨到上午之間 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那未來一段時間一直到下個禮拜三 颱風都會在台灣附近影響我們 因此影響的時間算相當的長 給大家一定要留意颱風的最新動態 並且做好防台準備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COS 小胰口 將會按摩 字幕君 請